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简单的说《莫舍祭祷》 然后讲无扰他心 字面上大家都知道 我们尽量不要扰乱别人的心 不要扰乱你的家里的人的心 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你的身边对你最亲的 最经常借助的 包括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那么你周围的这些人 实际上是对我们有非常好的一种姻缘 尽量不要扰乱他们的心 所以这就是给你一个简单的解释 第一部分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解释 不要失败自己的方法 或者自己的地区 第二部分 不要扰乱别人的心 这是一部分我们可能很容易解释 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最好 不要扰乱或扰乱 有些可能脾气不太好的 性格不太好的人 我们经常有一种比喻叫做像一把火一样的 因为一把火不知道借助谁都会燃烧 就上下作用 所有的人会得罪 你生气的时候 整个周围的人都非常害怕 就像一个定死炸弹一样的 大家特别害怕 其实我们人情没有调迫的时候 有些人是在事情当中也是很恐怖的 也是很可怕的 这种不扰乱的心 也就是说培养慈悲心 那么每一个人应该每天都去修炼它 而且跟自己相关的 包括有些孩子从小的时候 培养他们修炼慈悲心 尽量让他们不要爆发一些愤怒的情绪 甚至前往不能虐待身边的一些动物 现在很多坏人 有些比如说杀人很厉害的 这些人以前很小的时候 他们会学一些虐待动物 杀害动物的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杀了35个人 杀了五个人 后来警察问他的时候 他说最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有一只狗是掐死的 从第一个他的恐怖行为 先掐死一个动物 后来有35个人 他一个人杀害的 这是国外发生的一个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孩子先可能杀害这些动物 慢慢慢慢这种愤怒心培养 最后的话呢 杀人就会非常可怕的 有些人非常坏人 人物 人物创决准当之在 你们经历益人物创决准当中 人物创决准备 将founded workshops 它是因为这种状态和状态的物质 他的怒恶和状态的怒恶 发生了继续成为杀人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 应该是澳大利亚的吧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逃到叙尼亚 然后他的七岁的孩子 拉着人头拍一个照片 然后放在网上 说是我的儿子就是他 他那么英雄 后来整个全世界都会震动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入恐怖分子 SS这个机构 我听到过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认为一位澳大利亚的人 他跟一位七岁的孩子 写了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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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他们现在这样的恐怖分子住着当中 有原来的几百个西人 现在有三千多人 短短的时间当中不断地在增长 包括美国 欧洲 这些西方的年轻人 洋人也是愿意参加他们的 他们的手段是什么呢 他们刚开始有一种 吸引年轻人的各种各样的报道 然后慢慢宣扬他们的这种 表面上看来这是很温馨的一种生活 但是慢慢培养他们的嗔恨心 然后毁坏事情 毁坏自己 有时候我们这个人 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成长在什么样的教育下 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MING PAO 我听到的 在最近的数字的数字 数字的封 中国人 所以有些人从美国 美国 欧洲 啊 从美国 美国 从业组 们那里面 排名的计划 在专业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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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的数字 有约3,000人 各种方式的适合 然后有许多方式的方式 我们真的很希望 很多人受着大乘佛法的教育 因为大乘佛教的教育当中 不仅是对我们的人类 用一种无条件的无私的爱来维护他们 同时跟所有的动物类 也是我们要无条件地去帮助 用爱来维护他们 我想这样的精神 在这个世界上是 滴滴确确是非常伟大的慈祥 现在的很多人不管是修正念禅修也好 修空心智慧也好 修慈悲菩提心也好 他们都不愿意有一种宗教的标签 无宗教的或者说是这是一种科学的这么一个理念 愿意接受 而有了宗教不管是基督教和佛教任何宗教 有些人是不是很愿意的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我觉得只要对我们人类和对自身的身体和心灵健康有意义的话 其实是什么宗教的都没关系的 我们一定要用一种大方和放松的信来 就是接受它 有多人这些日子 不管是习惯��� expressed在训练或训练习 或训练习意义 都尽量不着ester的 拥练和 religion 他们有的理想要尽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